一大早在施甲廟城前 就大排長龍 許多民眾耐心排隊 等著領取一碗熱騰騰的 龍岩米糕粥 因為看到有很多歴史 生活不好 可以讓我們做一個民意代表 可以每年三個 可以辦一個外棟 讓他們減輕的負擔 我感覺這是每一個人都要做的 覺得很好 龍岩 綠豆 米糕 這樣 無緣 全台灣省是第一的 高雄市議員吳明寺 歷年來舉辦了多場 寒冬送暖尾牙 至今已經進入第九屆 今年將舉辦三天的 基層弱勢尾牙活動 讓這些弱勢朋友在歲末寒冬 能夠一起團聚 吃頓大餐過好年 我把今年選舉的補助款 選舉補助款全補 都拿出來的 要讓我們的六十 吃不到 所以這會的菜 吃得更好 一桌半四千五 一桌半八十二桌 都可以八百二十 以前四千桌半四千五 除了傍晚的尾牙大餐 白天還邀請 李燙法美容業職業工會的朋友 來到現場 幫民眾免費剪髮 民眾換新髮型 新氣象 開心迎接新年 今天來預減活動 應該目標可以減了二十幾個人 然後感覺冬天 做這個歲末祝福也不錯 對 來報一下第三個 我們差不多七點就來拍了 現在通膨很嚴重 很多人真的 錢都沒空花了 一千塊買幾個東西 都說過了很辛苦 所以我賺我們小的這間 有很多好朋友 來祝福這裡的活動 我覺得每一個議員 都有議務 有這間要照顧我們這裡 生活比較不好 尤其這個大環境很壞 五名書是碰到拋鑽運意 我們已經做九年了 那麼今天一桌四點開始 開放進場 可以吃月月 以外 文仔仔開始連續兩天 我們要發愛心的物資 有第二十次 我們有準備五千分 有米 有油 有鐵鍋一斤 還有沙拉油 還有冠苗米 聖天佛要送 我們的基層歴史 通貨膨脹嚴重 弱勢群體也存在於社會的各個角落 我民視議員拋磚引玉 希望能讓弱勢的民眾 也能在歲末寒冬中感受到人情溫暖 讚 記者李佳龍 莊舒婷高雄報導